周周的卢西安 然后像SKY的吸血鬼 其实都被限制掉了 所以像今天两条单线 应该是能够影响 主导这场比赛的走向 来吧 两边的第四局 目前TT1比2 暂时落后于NOVA 但他们在蓝色方 看一下能否强势反击 把比分再度扳平 就现在落后还小 因为毕竟BO7 现在没有到关键局 还没到赛点吗 是 现在NOVA在红色方 也是扳掉了鳄鱼 但同样这局 对于NOVA来说至关重要 NOVA这局继续 如果赢下来了 那TT压力就真的大了 不过好在我们现在 季后赛的一个赛事 容错率太高了 本来两队都已经 都已经确定在 我们决赛的舞台上面 能相见了 然后再加上是一个 大场的BO3 对 大场的BO3 得赢两个BO7 是 一局不够 搬掉了伊泽瑞尔 我把这连把这两个上单都搬掉了 这把在最后一手搬位上还调整了 知道你喜欢先抢该轮 那我不给你抢了 那这样的话 伊泽瑞尔和弗耶哥 都在外面 包括九筒泰坦 而且还存在一个问题 上路现在建模游戏级 我感觉 唰这一下就上去了 是 先抢弗耶哥 先抢弗耶哥 小白拿到弗耶哥 感觉效果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这样可以让周周去 维系的周周可以去 让一个人去补一些 AP的类型的中单 或者说像泽利飞机 这种带一点AP属性的射手 能够出现 没错 这样红色方的Nova 没了EZ 那九筒和泰坦 优先级应该比较高 以及莉莉亚 看要怎么选 先拿泽利 这个泽利一抢代班了 泽利这时候抢下来之后 其实一定程度的 也会让TT后面两手中路选择 限制挺大的 是 而且 TT其实在前两局比赛 他们三手很爱出泽利 对吧 会把摇摆的属性放到最后 这手抢下来我觉得是挺好的 是的 Nova先把九筒给除了 那这样的话三楼 还可以 三楼可以点永恩 我觉得还是可以点永恩 点永恩或者说点手上单 对 这样TT 如果还要考虑打双射手的板子 那可能最优质的一个英雄是飞机 飞机也能补一些AP机伤害 是的 对吧 那对于周周来说 选侠的话 我觉得这把有可能是像左一这样的英雄了 嗯 选侠的话 我觉得中路应该是要一个AP 可能要打前中期 打快解锁 打快解锁 是的 这样要打快解锁了 就感觉还是先把辅助数了吧 要做 啊不是得出上单 不能说 得出上单 是 剑魔 左一直接拿了 胆子太大了 这个就是绝对的自信 哦 这TT又选了一把快解锁这种啊 而且左一选下来有一个好处 Nova这Sky 他敢直接吸血鬼 因为左一打吸血鬼的一个对线 吸血鬼会相当难受 所以Nova在三楼先补了一个青刚影 这样青刚影让小张去玩 我觉得青刚影在打剑魔的这个对线啊 小张也应该是能接受的 确实 那小张这边 就Nova这边接着搬剑机 这个思路我觉得 给的太大的压力了 是的 哇 这就加个Sky 搬了我的天哪 就给你剑魔 就给你剑魔 这Nova连搬了四个上单啊 维星今天饱受针对 压力给你拉闷了 对 怎么说 是时候给你维星上上英雄次强度了 莉莉亚没了 但我感觉Nova应该这 啊 他们再把剑魔一抢 搞这么变态的 哦 这直接不给你上楼选了 搞这么变态的 想一下现在上楼还能输什么 有人上单啊 这就有人上单啊 只能耐用我了 没英雄了 哇 那这样的话我感觉TD这样好难受啊 而且 有没前排了 说实话有个变态的 我觉得是Sky的剑魔 然后小张的青钢椅 我们打青钢椅还没那么好打 是的 夸张 最后补一个 我这种感觉就就没前排就不要前排了 那这样的话 TD选 选到的一个阵容是一个极其吃自己的个人操作 哇这玩这么变态的 也蛮符合TD 说实话也蛮符合TD 这把我觉得串联起 五个英雄的关键是周周的左一能带来多大的优势 以及他在团前能有多大的效果 这样才能给到佛爷哥和佛爷哥和永恩在团战里面的一些拉扯空间 因为TD这个阵容拉扯是相当重要的 而诺娃他最后一手又补了一手团控去选择到了大树 让球捅去打野 最后两位战士的分线 两位战士的分线也是SKY的建模 小张的青钢颖 诺娃的BP这把比赛 进攻意图极其明显啊 是让维星没有任何的好英雄去选了 只能够推而求其次选择到了永恩 虽然他在这个赛季玩过永恩上单 但效果其实是没有远不及其他英雄那么好的 对 但是怎么说呢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维星爽了 我可以不玩盖伦了 对于维星来说也算是尊重吧 就是诺娃对他的一个尊重 是的 他现在的一个表情还是蛮 镇静的自己也笑了 哥们的一个英雄都没有 没事这把永恩我鼎鼎压力 就搞这种是吧 确实压力大 那现在对于诺娃来说他们 呃一方面是在整个BO7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在这把红色帮我觉得BP是选择到了一个 自己比较喜欢的阵容 嗯对吧 包括他们这一把比赛对于对面的一个限制度也很到位 也让TT选择到了一个有点左钢丝的阵容 确实就有点左钢丝的 这把TT如果没有优势有点左E没有优势的话其实很难玩 因为双C都是要打一前中期的嘛 虽然左E在后期也还行 但里面的对面这种阵容的话 左E觉得挺难打 上线还是在这里 对 左E要团前做得好 哎这把那个暮光心灵和暗翼建博啊 就中路对线 期待那种有趣的语音 这两位就有联动的 左E毕竟是神啊 诶 剑魔 小张拿青钢银走中 然后Sky去打伤 这赛前不是聊到过吗 是的 但我感觉这个对对线换了会让 微星玩的舒服了 就 确实 有人打剑魔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而且啊之前我们是见过青钢银跟左E的对线的 这到了五级 配合打也太很危险啊 左E被盖就是死啊 配合打也太厉害了 这左E被盖就是死 对了 点燃 触发七把巧手 再多A两下 小张这个触发的是一个那个物理抗性的自身护盾啊 所以在面对周周后续的一个换血来说也是比较亏的 嗯 但他也硬顶着把线给顶了进去 只要死不了的只会让我更成大 哎 确实 这把对于NOMA来说我觉得整个时间线上面还算是比较占优的 因为像九筒配合这几条线上的能力啊也比较好 然后像对面这种反蹲打下的话除了下半区吧 就是避免下半区的三打三 我觉得这把NOMA前面做事还蛮舒服的 对 对 对吧星斗和小张这把应该要多做联动 就九筒和这个青钢引在有大招之后 对 哎上路这个换了的血量我感觉有点威了 不会了 很威了 呃到5了 而且还5了 死了 呃 没了 对啊 而且双双都没打完了这这波是必死无疑了 啊 这波 属于NOMA是必死无疑了 没换掉人 板子快一步 但是没关系 对板子快了一步 但是其实没什么关系 啊 哎呦 哎呦 这这这这这么暴力啊 也没问题啊 他还要再越吗 越应该是越不了 哦 这肯定是不能 这个 全技能青钢引 而且我机会招的好啊 嗯 为什么要拿剑魔上来对这个线呢 就在想这个 没想过你那么难受吧 打着打着没发现这么难受 我觉得 这这有点忽视了维星的一点啊 维星是一个对线能力很强 对呀 而且SKY不是传统意义上面打单人路出道的选手呀 他虽然有过打单人路的经验 但你相比这种 呃天天在solo的舞台上面大放异彩的维星 还是有可能在兵线上面的一个差距 是的 兵线理解上面肯定单线和中线是不一样的嘛 像现在新构过来 这么说哎呦 感觉死了没了 这波再大一下 这技能只要砸到就死 这就是刚说的 青钢引5级之后有大招配合打野的联动 这盖住就是死来谁都没用 这是来谁都没用 就我刚想了一下 那如果做一个解释的话 只能说他们可能前面还想限制周周的发育 因为这把他们也折到只有周周 这一个点是最关键的一个支点 是 所以让青钢引区中路想配合九层 想弄周周 哎呦 直接开大灭点 围星来了 迟到肚层了还行 这是准备过耳现在换回去的吧 这肯定要换回去的 左一走不了上的 这左一走上过耳就 给青钢有大就死呗 对 左一走上给机会的 是的 青钢有大就死了 就虽然说知道了你没大 但是 拿你也没办法 现在 周周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这把能够让我平稳的发育到做出王冕 有了王冕之后啊 加上鞋子和一个保命装 其实这把左一生存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但是也有王冕但容易被破 嗯 是 这把也确实 现在想过来大招 这边要动手 还好没捆到 SMY有点危险 哎 一个后车步 这一通拳直接躲开了这波致命关键的桶子 嗯 星斗这应该也是尝试一下 嗯 能炸又炸回去 毕竟对面也有闪嘛 但很可惜一个大招闪线也没打出来 减 睡 睡到了 怎么说也不拉飞心了 好稳 嗯 回去补装备 嗯 也是换线了 拿不出来啊 这只能补散剑 做了鞋子 然后又没人头的进账 只能是一个二级鞋加散剑了 呃 但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小白的破败王会成为第一波资源团 伤害最高的 怎么做啊 抢 不给 沙歇的祭坛成为了两边辅助的擂台 呵呵 不黄沉PK 哎 今天九总又到了 被事业扫到了 但九总的大还没好 可以在边上 是的 九总大还没好 先减 来了 事业动手 要被扣死了 听懂 事业被秒 再减魂 大身为折扣 减九总可以半空啊 呃 小白这么先拉开 霞在侧面再攻击了一波伤害 SKY开了一个大灭 但是他没有一进场的机会啊 双资源了 对双资源了 哎呀 这是TD先进想要的 嗯 而这不是 没有让TD教那种 更多的大招 对 你像霞家里奥 包括佛爷的大全赛 这 这就是 无伤把这个先锋给扣了 下路现在有点指望小张能够突破呀 但你面对一个 有闪有大的永恩 有点难吧 要过来 我两边黄沉PK 要打到底了吗 没有 又选择小张 跑了 又选择故意了 对小张也没大 小张也没大 哎这个 哦 撞出来了 16d7 这个没撞出来 这个这个爆炸 你要命的 是的 他现在打龙的速度应该还可以吧 哎 不行哦 这边有机会抢哦 这边赶退了 嗯 还在中线拉扯龙拉脱了 两边的AD都不在 两边的AD的上路 这所有已经 已经在这个地方玩了 这个塔有左翼在的话 就肯定会没的 因为左翼可以有 有赖皮的招数 他可以大冲过去 然后点一下 大冲过去点一下 点几下就没了 是的 而且带被动的点 是的 带被动的点 这中塔反正现在是个死塔 小白还在这拉 等维新过来 哎 闪闪滚 但是又是聊了 打了 心动没了 心动没了 又是特别激泡了 嗯 那现在的话 小张就来到正面的一个战场 维新也吹到了一个骚扰 骚扰怎么还在拉扯 骚扰怎么还在这边拉扯 骚扰怎么办 SKY也要被秒 人都给到了霞 后续的话 是保住了骚扰 但飞心拉临过隧道了 骚扰怎么也要死 完了 完了呀 这波滴滴大获全胜 诺瓦的两身体在塔下 也有点难操作 亏罗斯还有大招的 这波还在A小张 能走个小张吗 能走个小张吗 走不了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大获全胜 怎么这么熟悉呀 蓝色不能提铁 就能爆杀 这把说实话 从阵容的角度来说 甚至有点盖棺定论 呃 我感觉 是的 因为这波打完 霞和左一 好肥啊 有点无解 这确实肥得有点夸张了 这波又是一个 又是那个问题啊 NOVA这个阵容 我感觉他们打算 打打的又绕起来了 这几兄弟又在那里 没有人在正面去挡伤害 或者是保着Soil 这波Soil 第一波拉起来还蛮不错的 但后续周周一个睡 睡到了拙力之后 就已经结束了 哇 扛塔也是完美扛 哇 这个 夸张 是啊 蓝色王的TT 向我们展现出了 极强的进攻属性 现在8分钟 经济领先6千块 这个真的有点夸张 而且上路的1塔也有点难防守 我们来看一下霞的装备3-0-1 等他电冲做出来 我就知道把Kurtos 该来到他的舞台了 而且组一第一剑就做了网面 倒狗倒狗到了SKY SKY 没了SKY 一倒浪鬼的位置有点差 但有人来管一下SMY吗 诶 没有人来管他 这波没人管他了 嗯 兄弟一路走好 默念送走 这波所有人的助攻 哦 拿到了 这波 感觉现在Nova想翻 就所有人头都技能给泽利 是的 只有让泽利持头才能 才能 残忍激光命中 小张这波有点危险 但球动一个大招是个送醒酒 保着队友往后撤的 那这波Nova的几个人 如果要走的话 商音塔可能要没有 维星上来片片技能打了一套 兵线守不住 这波线一进来的话 那TT应该是能够直接 手拿把掐 直接把上路一塔推掉 是 真是手拿把掐了 现在这个确实 优势有点大 优势有点太大了 是的 中路线对位经济落后2000多 然后下路霞又是一个超前发育 打野也是一个超前发育 这个线打到中期 边线换线的一个情况下 维星也能够稳吃 来跟他带的一个英雄 现在只能强行过来换换资源 想过来先推一下上路的一塔 TT 防守防守的有点慢 那这样的话上路的一塔 也是被Nova给拿到了 这是一个带悬赏点的防御塔 嗯 贴了一波小经济 简正的就是 又是无限往外扩 嗯 中路二塔也是一个通防的状态 Nova这里面为了推上一塔 直接把中二塔给放了 还这么分线又是出现了一些比较 呃 不应该的情况 是 清刚颖在野区好像跟对面纠缠在了一块 飞行砸下来 清刚颖交一个大招 再交一个闪现 闪现到高速 周周 这波好帅啊 闪现把小张的高速给挡了下来 而且中路的这一波碰撞 也没有爆发任何的人头 没错 周周这波真帅 全是鱼饭 周同一个大想来守红buff 但是没能守住 SMY也流到了浪鬼 哎呦 我打 队友跟着上波 好像有点困难 跟不上 伤害差了一点 现在打花了呀 还是打花了 Nova这个中二塔没了之后 已经进入到了左翼无解肥的一个阶段 就这把哪怕周周是一个1-0-5 但是他接下来会给到Nova无形的压力 没错 正面 掌流 流到的是一个前排 但是又被倒勾到了 小张显然有点低 随便其胖也是命中了Soil 但好在队友都挡在Soil的面前 没有让Soil掉更多的状态 但小龙是完全看不了了 呃左翼又是上来一个随便其胖 命中了一个前排 超谋到了三个人 建模开大招 但是能留得出对面的人吗 有点困难 建模伤害完全不再够 SGY SGY随便走 又是一个灰心 催眠气泡了 维心再来三天队 好帅要维心 但是还是够了 爆死了爆死了 这边破档之锋的后续伤害还在 哎 踩蜕气泡了 呃 拉到了泉水边上的高地还是要掉 所有 所有显然有点太低了 看到了周周 周周部有点给机会 但是他没有死 嗯 他没有死 那现在对SKY来说也很难再做流人了 闪下来了 闪大P 但大的不是左翼 而是永恩啊 所有开了一个大招 被风吹到了 再跟上一个大招 全被死 要直接一波了呀 这样 十二分钟 一把比一把快 我只是说TT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吗 呃 但是星斗活了 出来直接破灭了想 给你直接一波的想法 天哪 这把有点 有点太吓人了 什么和什么呀这是 这把真有点太吓人了 就是 TT 已经BP被逼到这个地步了 拿到了左翼 上路补了一个永恩 让他们打了前面最大的一波优势 最应该打的优势给他们打出来了 是的 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问题还是在于 能把前面这两个战士的一个分线吧 嗯 就是那个分线 你上路分线分的没对过 然后 也没有等到青岗英五级盖左翼的那一波 让左翼做出了王免就 没得玩了 确实 没顶住 现在一万二的经济落后 对于NOVA来说 真的很难很难翻 复诸于骑机团的可能性我觉得也很困难 除非在 呃 TT这个双C啊 都没有附魔到 中亚或者水银的时候 九筒能够炸回来 才有理论上的可能 没错 但这个理论可能太难实现了 左翼有王免 加上他有一个折返越前可以规避控制 还有霞的暴风雨刃 嗯 很难给到九筒能炸回来的机会 是的 现在就看TT哦 又是大优势领先 看一下会不会给机会了 上路想过来找一下维星 但维星很肉 看了个血量鬼 还有加料的一个大刀 再留到了两个人 小张小张也要被秒掉了 屁股直接被做死了 而且浪鬼还行 自己跑的帮快 能够直接溜 但大龙怎么办 大龙没办法 刚上班可能就要下班了 又是个村民师傍命中的剑魔 拉一个允星闪过来 过去留SKY SKY这里 血量进入到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 浪鬼没了 浪鬼没了 包死了 小白也在留 想留下星斗 剑魔开启了大灭 但是 诶 所有怎么在资美把狭笔单杀了 这波所有站了出来 但自己好像还是走不掉 呃 这波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 Kurtos又来证明了自己的ID 对吧 又给了一波机会 这把 但是问题不大 这把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过来 做一个特别机票 有人给大招 然后再闪接过来给个风 星斗直接没了 星斗没了 SKY也没了 两兄弟双速双飞 呃 这大龙打完之后 应该就是顺势一波的节奏了 呃 维新这个永恩啊 真的是 真的是他的爽子 嗯 上路的塔 手住 硬踢踢上来 绑住 但加料有杜朗护盾 潮跑到了两个人 这波潮跑直接让小张震亡了 后续浪鬼一个牌 排运到两个 但被减速到又是一个鸡飞 拿到了双杀 小白 这波双杀再一拿 直接点基地 先推高地塔再去点基地 就能够赢下自己的这一分 15分半不到 开了一个朝鲜爆闪的骚扰 也没有办法直接成为 获败王剑的刀下王魂 恭喜TT 恭喜TT 蓝色方再度把比分半平 双方来到2比2 好狠 蓝色方的TT 有点吓人 真有点吓人 就现在的感觉就是 谁拦谁拦 对 而且蓝色方的TT猛如虎 蓝色方的TT和红色方感觉两个队伍 是啊 真的有点两个队伍 红色方的TT还会给一些机会 但是蓝色方的TT 他在前面打机会的能力太强了 是的